任天堂正在制作一部基于电子游戏萨尔达传说的真人电影 加大力度将其受欢迎的游戏角色搬上大荧幕 这部电影将由韦斯豹而指导 他曾经指导过移动迷宫三部曲和即将上映的星球崛起 而编剧方面则由曾经担任过侏罗纪世界的编剧 德里克·康纳利胜任 任天堂将和阿拉德制片公司一同制作这部萨尔达传说电影 阿拉德制片公司还曾经制作包括 《蜘蛛侠平行宇宙》在内的漫威电影 任天堂将承担超过50%的制作资金 索尼影视娱乐也将提供资金并负责全球发行 任天堂表示 把开放世界大冒险游戏改编成真人电影的雄心 是在超级玛利欧电影大获成功之后 康卡斯特旗下环球影业在4月上映这部片后 全球票房收入达到13.6亿美元 一度是今年票房最好的电影 只至被格丽塔结尾指导的8笔超越 任天堂股价在星期三一度飙升6.6% 创下近三年来盘中最大涨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